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大家看這條影片的時候應該是年初一二的 所以我要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一起越來越漂亮 今天我想去韓國之前 跟大家分享一次我覺得十個很好用的面膜 因為我覺得去完韓國之後就會有一番新的景象 到時有機會有一個更新的版本跟大家分享一下 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了 我今天會分享的十款面膜都是開價價錢 所以大家敷多一點也不會覺得肉痛 第一個就是超便宜 超級無的便宜 這一款是來自台灣的面膜 牠的牌子呢... 我是不知道的 我們知道牠有這個N3這個字 這款是冰河糖蛋白深層保濕面膜 牠是無敵無敵便宜的 我在台灣買的時候大約是$299還是$199台幣 然後是兩盒 每盒有十塊 然後回港幣我記得大約是$4-5一塊 所以我覺得牠是很便宜的 牠不是一款你敷完之後效果會拉三四天的面膜 所以這款面膜我通常都會在妝前的時候敷 牠敷完之後會有即時的保濕效果 然後上妝就會貼很多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性價比來說 牠絕對是不差的 然後就會有這款BB面膜 這款會在香港萬寧、Watson's、Sasa等都可以買 大約價錢是$50多 有十塊左右 這款我都覺得是很保濕的 牠也不是那種會拉三四天的面膜 但是一兩天是OK的 之後牠會有透明質酸 敷了上去之後會很舒服 不會黏黏黏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中性皮膚 然後你很怕敷完面膜 有那種黏黏黏的感覺 這一款就會很適合你 之後我就想說萬壽雷敦 這一款的盧迴補水面膜 這一款是我上年看到很多YouTuber 都有跟他們合作 然後他們說到很好用 之後我就好奇心 想看看究竟是試用的效果 還是真實的效果 首先它的面膜質地是一種纖維的質地 即是它不是那些很厚的布 然後它的精華也算多 然後敷了下去的保濕效果是很明顯 而且可以長大約兩天左右 所以我自己其實是很喜歡 而且那種味不是那種很假的味 都算是聞起來很舒服 所以如果比較起深田藥妝 我的美麗日記那款面膜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個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 天生雪蓮面膜 它也是在台灣買的 這款面膜我想 如果大家有看YouTube 應該也有很多年前 都開始有人說的了 我一直都保持有買有用 也一直都很喜歡這款面膜 我覺得它的保濕不是特別好 但是它的亮白程度是不錯 大家都知道我這些天生這麼黑的人 其實我敷完很多保濕面膜 那面是不會有亮白的感覺 是感覺上保濕了 但是這款天生雪蓮的面膜 它可以令到我面有即時亮白的感覺 可以長大約兩天左右 所以我覺得其實它也不錯 而且它的價錢不算太貴的 我記得因為我今天推介的面膜 都是開價品牌 然後它這款面膜 它本身是很薄的 因為它是要撕開珍珠膜 敷了臉上 再撕開一塊藍色的布 才是剩下面膜的那一層 所以它是一款很薄 然後敷完 有亮白感覺的一款面膜 然後BB的牌子 我還有另一款推介的面膜 這款比較適合我這些沙漠肌膚的人 或者一些很乾性皮膚的人用的 有時候如果你的皮膚狀況 開始有少少覺得想脫皮 或者乾到爆炸的話 我覺得這款面膜就很適合那個時候用了 藍色這一款裡面有Coconut Oil 就會在萬寧、屈臣市、沙沙都很容易看到 啡色這一款我暫時就在龍城藥房買到 它裡面是有Shear Butter Oil 即是乳木果油 兩款比較 這款是滋潤 但這款是更加滋潤的 所以就要看看大家自己的需要 看看哪款比較適合你 因為如果平時 比如說中性乾性皮膚的話 我覺得藍色這一款已經很夠滋潤 是乾的天氣 但如果你是我這種沙漠肌 然後去到一個乾到脫皮的情況 我覺得啡色這一款就更加好的 但如果你說這兩款我覺得只是冬天才會比較適合用 如果遲些沒那麼乾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會有一點點黏的 它裡面的精華不是平時的透明 它是有一點點雨白色的 敷完之後會有滋潤的感覺 所以如果遲些夏天沒那麼乾 或者你的皮膚比較偏油性的話 我覺得這款就沒那麼適合你了 然後剩下的幾款都是韓國佳麗 這款上面有一個蜜糖 它的牌子應該叫春雨 這個春雨面膜我自己用的時候 我最喜歡它的味道 它是一種很香的蜜糖味 所以敷的時候是很舒服的 聞起來感覺上很放鬆 不會有那種超級香精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舒緩效果是不錯的 我的舒緩效果不是敏感的時候敷的舒緩 不是心情的舒緩 它這款的保濕和滋潤程度都是中等的 它是一種比較日常用的面膜 即不算是急救時候用的面膜 也不要說太乾或者脫皮的時候 都應該沒什麼用 但是如果你說平時 你想保濕敷面膜 如果我個人放鬆心情的話 我覺得這款其實很適合 然後大家記不記得 我之前有過十大雷品的時候 有說過innisfree的這款面膜 維他命C的味道 我是超級無敏感的 但其實其他味道我用過也是不錯的 例如藍色這一款補水和白色這一款 我覺得它是比較像滋潤亮白型的 因為藍色這一款敷完之後 就會簡直是很保濕的感覺 然後白色這一款敷完之後 你會明顯感覺到臉是白了和油了 它的油不是油軟的 油是油和了那種油 我很喜歡敷白色這一款的感覺 因為它有一種滑了白了的效果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不過這一款面膜也是一種比較日常用的面膜 即不算是一種急救型 因為它也不算超保濕或者超級滋潤的 所以平時用的時候 或者夏天用的時候 感覺上是非常好 但是如果冬天用 或者是很乾很乾的天氣時候用 我覺得就差了一點點 然後我就想說這一款 這一款也是蜜糖味的 但是它跟春雨那種蜜糖味 又有一點點不同的 它是沒有那麼香 淡一點的蜜糖味 這一款面膜它的精華是透明淡黃色的 然後它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面膜很薄 但是它的精華是超級多 它多到你敷了面膜 然後倒在臉上 塗兩次之後 還有整支症的 它裡面是有30ml的精華 然後敷完之後 第二天或者再過多天 你還感覺到自己的保濕滋潤效果是不錯 所以我自己是蠻喜歡這一款面膜的 但是我覺得這一款面膜 就不用天天敷的 可能一個星期敷一次 或者是跟其他一些比較滋潤 效果很好的面膜 隔著來敷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一個星期敷太多次 可能有機會會生油脂粒都不定的 因為它的效果是 是最後幾天的一種面膜 然後就到這種藍色藥軟面膜 我想大家都不密室 很多人都知道這一款是很好很好用 這一款面膜我覺得效果在這麼多款面膜裡面 算是挺好的一款 它敷完之後 你會感覺到臉很滑 然後補水的效果是很好 第二天睡醒 你都會感覺到那種柔軟的感覺 依然還在 而且你不會有臉黏著的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很喜歡這一款面膜 而且它跟剛才的面膜一樣 都是敷一次左右就夠了 我是不會有衝動想再敷一次 因為我真的覺得那個效果是夠的 對 就會有這種感覺 然後我發現這一款面膜 都不用特意在韓國買的 因為在香港買的價錢也差不多 除非你在韓國的時候 有那些一加一的優惠 就可以計算一下 因為這一款面膜最近在卓越 賣68元一盒 還有九五折 即是64元幾一盒 有五塊 我覺得是比在韓國買的便宜 所以大家自己先隔一下價錢 而且這一款面膜是超多假貨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貪便宜在街邊的藥房買 一定要在一些信得過的店裡買才好 如果買到假貨的時候 我覺得敷在臉上會很怕臉爛 然後就說最後一款面膜 亦都跟我今天說十款面膜裡面最喜歡的 就是Palmera一個韓國牌子的保濕面膜 這個面膜不算是很開架品牌 但我買的時候因為它在做一加一的優惠 所以價錢也是接近開架的 這一款的保濕面膜是之前這麼多款面膜裡面 效果最好 然後它長得最久 然後敷完的感覺是最舒服的一個面膜 當然它價錢也是比較貴一點的 剛才的面膜 但我覺得它是值的 因為Palmera這個牌子很多都是一些有機的成分 它是拿了歐盟的一些認證 所以其實用下去是很放心 而且它沒有那麼容易引起敏感 用的時候它是很舒服 聞起來是不會有一種香精的味道 然後它的保濕效果是非常非常之好 它不是一種很黏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年四季都用得 如果好像冬天很乾的時候 我覺得用它也是足夠的 它的保濕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但如果夏天的時候用 我都覺得OK的 因為它也不會令你很黏 很焗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年四季 我都會放在家裡長避的一個面膜 好了 那我就分享完十個 我今個冬天覺得很好用的面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跟我一樣 或者覺得更好用的面膜 想跟我分享呢 記得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好了 在這個時候 怎麼會少得Chopper和大家拜年呢 Chopper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風衣足食 恭喜恭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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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